好來我們來近距離看一下這個時鐘喔 那個門呢 都會打開有沒有 然後裡面每一個都有它獨特的機關 這邊是江戶川柯南 轉過來 就變成毛利蘭了 太神奇了 只有現場看 你才可以感受到它的震撼感 這個地方真的喜歡車子的人 真的要來一下啦 超帥有沒有 今天是第二天第一站 我們來到日本電視台 這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宮崎駿先生設計的大時鐘 然後等一下12點的時候 這個時鐘會運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鐘的部分 後面那個就是這個大時鐘喔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大對不對 我給你們去看一下 它下面那有兩隻腳 這個這個有腳 我去站在這個腳旁邊 讓你們看一下這個比例大概多少 我現在叫Alan過去 站在那邊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比例尺的部分喔 由他這個人 他身高180公分 應該有超過一點點 好我現在讓他站在這個中間喔 然後我把它放大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時鐘到底有多大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對不對 他大概只佔了腳的兩截的部分喔 而且他還把手舉起來 好來我們來近距離看一下這個時鐘喔 那個門啊 都會打開有沒有 然後裡面每一個都有它獨特的機關 這個手居然也會動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喔 就是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其實可以去看看 短短的幾分鐘 然後那音樂應該也是有特殊設計過的 這樣真的很符合宮崎駿的一個風格喔 好那我要去下一站 就是旁邊這個日本電視台的裡面囉 好這邊呢 在那個日本電視台的B1的地方喔 那這個地方呢 裡面有一間店 我期待滿久了 它是賣一些動漫的商品 所以我們現在進來去看看吧 裡面有我最喜歡的柯南喔 好來吃光外面呢 就有放非常多的這個動漫海報喔 像是柯南 然後這個 我的英雄學院 然後還有不是動漫的東西 也有在這邊喔 好這個地方真的非常的不錯喔 欸哈囉 see you again 好然後這邊呢 進來的話呢 有非常多的產品 我先問他們能不能拍照 好既然已經確定裡面可以拍照 我有先問過了 那我就來稍微照一下囉 欸柯南柯南 江戶穿柯南 登登 旁邊這是我的英雄學院的這個 周邊商品 對 看一下 欸 周邊商品 欸這邊有個用這個 鐵絲折成的江戶穿柯南 對 然後 從這邊看起來就變毛利蘭了 再看一次喔 這超酷的 欸這真的超酷的 這邊是江戶穿柯南 轉過來 來 就變成毛利蘭了 太神奇了 好這邊 這應該是 徽章之類的吧 哇 這個超棒的啊 完了 我等一下一定會在這裡買東西 只是我不知道會買什麼而已 等一下看看 這上面整個燙銀欸 手機殼欸 這副BIA 靠 這個 要不是 這個真的太棒了啦 要不是我 不喜歡用皮套 不然我一定買 我買了一些立台 這可以立起來的 大的 市井真的是太帥了 上面有懸崖上的玻妞 龍貓 然後還有這個 拉普塔 就是那個 天空之城那顆石頭 然後 看一下這邊還有什麼 這個 龍貓 還有這個 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奇奇 奇奇的那個 圍兜兜 對 好奇奇 亞克路 亞克路在這裡 還有龍貓 好這邊 奇奇吧 奇奇 喔 喔不對啦 那隻貓是奇奇的貓啦 好 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不管 好來這邊 龍貓的打火機 Made in USA 哈哈 非常酷 不只龍貓 還有那個 這個叫什麼 五臉男 這一類的 對 好 這邊有放個 影片 對 好 模擬材機片 在下面 這個 神影少女 對 還有各種周邊商品 這個 1800 一次擁有 全部的龍貓系列 好 欸 這部也是宮崎駿的嗎 少什麼少女花 魔女花嗎 魔女的花 對啊 這個這也是宮崎駿的嗎 我怎麼沒有看過 我也沒看過 應該不是吧 應該不是吧 對反正看起來在這邊應該也蠻有名的 好 好 各種商品 好 這邊有一隻龍貓可以給你拍照 小隻的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我們昨天拍的那個大隻 好 我現在買完出來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第一個 登登 欸 拿反了 這邊 這個是 怪到基德的衣服 對 為了基德買它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基德 所以既然有怪到基德的衣服呢 就還會買這個 怪到基德的公仔 那除此之外呢 我還多買了一個 這個 這是我為了灰原買它的 對 灰原真的很可愛 那我要前往下一站台場了 在這邊好像耽誤了不少時間 台場的時間要稍微縮短一點了 馬上出發 好 好 這邊就是台場有名的一個自由女神 它是縮小版的 那 白天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晚上會有燈光會更好看 所以我晚上會再過來 這邊你看很多人在拍照 一堆人 好啦 那我要先去吃飯 現在有點餓了 上面那顆球日賣電視台 還在電視裡面 卡通裡面常常出現 那顆球常常成為被破壞的對象 這個等一下一定要過去看一下 可是我應該不會上它的觀景台 可能就是在它的店稍微逛一下這樣子 我們剛剛就是在那個平台上面拍的 這個上面有個平台 那這邊拍過去其實也很漂亮啦 只是自由女神就比較小一點 在自由女神旁邊這裡有一間 叫做AQUA的百貨公司 那裡面有一間很有特色的餐廳在五樓 那這邊是這個有海盜的一個景 然後這個是砲台 那就是整個做成就是海盜的那種感覺 風格 非常非常的酷 目前是休息的 那晚上的話他們有露天的地方可以看夜景 那料理的部分 他整個櫥窗設計的也非常棒 所以特別 因為太特別了 所以特別提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剛剛先跑去吃飯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鋼彈有三點有個變形秀 所以我後來就打算決定我們先衝到鋼彈那裡去 然後看完變形秀之後再回來這個電視台這邊 現在努力趕看看來不來得及喔 你看現在鋼彈已經在這裡了 我跟大家講 我來之前看了很多影片照片 只有現場看 你才可以感受到他的這個一個震撼感 對就是看影片照片真的看不出來 所以很多東西真的要親自來一趟才知道 那真的非常非常棒 那我等一下有變形秀 我再把它錄下來 因為只有一分鐘我就可以直接放到我的片段裡面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變形秀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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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剛剛看完變形秀的其實很短 然後晚上如果有會比較好 可是晚上不知道有沒有變形 不知道晚上會有音樂跟燈光秀啦 但是那個... 他一開始這個角 這個角 這個角我們剛剛拍的時候是打開的 現在變成一隻的 我在想是不是上一次變形完的時候忘了變回來 對,所以算是很難得就是直接拍到是打開的 對,應該是這樣子吧,我也不知道耶 有沒有來過的人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他是每一段時間展示的形狀不一樣呢 還是他基本上就是獨角呢 如果他是平常是不打開的話 那我們真的算是拍到了蠻特別的照片 好啦,那接著旁邊有個鋼彈的商店 我想過去看一下 雖然我對鋼彈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是看到這麼震撼的鋼彈 也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哇賽,不需此行啦 好,那我去看一下他的商店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好,這個鋼彈商店呢 我們只能在外面這樣遠遠的帶過去了 因為那邊有特別提到 不能錄影 不能拍照 好,所以呢 就這樣吧 外面走過去就好啦 好,大家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大概就是鋼彈的模型啦 好,我們各種模型這樣子 好,那我們要前往下一站了 好,接下來呢 我要去一個叫做MegaWeb的地方 它不是打電動的地方 還聽起來很像對不對 但是呢 它是個展示古董車的地方 然後在MegaWeb旁邊還有一個是展示 概念車的地方 所以我兩個地方都會去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 車子的展覽 應該會蠻特別的哦 好,就是這個了 History Garage 反正總之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這裡有非常非常多的古董車哦 一進來就看到一台 這台是UP10S型 日本1965年式的車子 非常的特別哦 昭和時期的鐵道模型 然後這邊呢 一整個做成非常復古的一個造景 好,這是日本的復古造景 有點像我們台灣當初那個草屯 有個寶島時代村 是非常接近的 好,那我們就到處看看吧 那這邊完全讓這個 當時日本的一個情景展現出來哦 然後是不能入內的哦 不要就給它爬進去拍照囉 如果我們從來那些人 祝你一切,就知道 你絕對一切 跟國際試駕 就可以了 然後召集 就可以了 我們的敬ện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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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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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想到那個日本的那個卡通裡面的那個跑車 只有帥氣而已 你說這個地方真的喜歡車子的人 真的要來一下啦 超帥有沒有 各種帥氣啊 這邊還有展示引擎耶 等一下再來看 還有這台 這是那個吧 這是出現在抱走兄弟裡面的車子吧 不小心破漏我的年齡了 大家都知道我年紀很大了 這裡有一些車子的模型 還有引擎 車子引擎 整體來講真的還蠻帥氣的 值得一來啊 看完了古董車跟跑車之後 現在我到了隔壁的維納斯商城 那這邊有做一些造景裝潢還不錯 但是今天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所以這邊我打算先跳過 接下來我要去這個Toyota的未來車概念館 所以在商城的正對面 旁邊啊 只是說我從出口出去正對面 那邊一定會有更多令我期待的車子 走囉 已經延期了